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米 半数是中国手机的天下 而再往四五楼走 竟然是台北东区为名的大型美食街 台式 韩式 日式 一间间特色的异国美食紧密相连 要用台湾美食吸引大陆年轻人 台湾公司我是觉得说 将来把它打造一个 就是一个美食 一个代名字 从武汉店开始积极转型 就是因为中国的线上购物太发达 吸走消费者 而白脑会只得更强调服务 还从金流开始改头换面 从过去3D卖场只收店家租金 来当房东的单纯模式 白脑会现在已经有百货公司 统一收银制度 除了租金还可以额外抽成 有了稳定的金流平台之后 未来瞄准的是整间卖场 都能和电商业者来合作铺路 我估计电商未来可能会占30%到40%的比例 那大概就两边跟实体商场就持平了 那我们尽量能够实际体验的那种商品来做发展 因为像吃 娱乐 这一类的 这一部分我相信说 不能在网路上吃东西 其实中国的大型电商 结合实体卖场的动作评评 今年3月腾讯入股 IT连锁京东商城15%股权 阿里巴巴也入股大型百货商银泰 将近10% 甚至不排除入股百脑会 只是百脑会不只是单纯的通路商 包括集团内的群光百货 都是自由物业 地铁站的出口就是群光百货 而在它的对面则是银泰百货 这里是武昌最热闹的中心商业区 选在地铁口的热门地段 群光百货土地11年涨了20倍 董事长许坤泰列地眼光精准 而蓝天集团旗下 包括25间的百脑会 两家群光百货 所有的建物都是自地自建 土地的建物资产 15年累计已经达到了 新台币1200亿元 仿佛已经从IT制造业 专心成地产的开发商 百脑会预计要在明年上半年 以F股登陆新贵 最快明年底转上市交易 并且和REIT双轨自行 百脑会在武汉最大的电器街 开设新店 率先转型 带进台式服务 毕竟竞争激烈 得跑给对手追 以上是记者杨志杰黄艳章 在武汉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